海洋大里有居民喔 最近不少人收到路邊停在白線上的罰單 最強的是有一位周仙仙 他一週內就收到了六張罰單 懷疑是警方亂開單呢 對此派出所做出的解釋 因為這白線只有十公分 屬於是車道線 跟十五公分的道路邊線不一樣 依照規定的確不能停車 拿出六張罰單 每張上頭的違規事項都是同一個 其中兩張只相隔兩小時 六張罰單全是車主周先生 一個禮拜內被開的 一張罰單九百 六張要繳交五千四百元 周先生實在很吃不消 而且他停的地點不是紅線 也不是黃線 而是停在白線上也被開單 這裡是台中大理十九甲附近的甲堤南路上 除了周先生附近至少有二十人 把車停在這裡也被開單 該路段的話 劃設的線是屬於車道線 它不是道路邊線 所謂的道路邊線是要十五公分 而該處路段是十公分 原來是路邊的這一條白線 決定了警方執法的關鍵 但是大理十九甲一帶 居民有兩萬五千多人 公有停車格卻只有兩百多個 居民抗議怒吼 這才是問題所在 我們需要公有停車場 我們需要公有停車場 記者賴文良風品文台中報道 我請聽一下 小鈴鐺 小鈴鐺 高鈴鐺 小鈴鐺 小鈴鐺